開運 大家好 大家好 風景直來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堅定談 我以前在拜拜的過程當中 曾經有一位長官他說 你有一把劍你必須領住 我就跟他講 你再這樣子我待會兒就 你怎麼會這樣抬 我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被壽命過 你可以殺鬼喔 我可以 然後呢 我只抽一半出來 就抽這樣子而已 因為是三分之一 就不見了 我們來驗證一下 我們這邊有個女鬼 看你寶劍抽出來他會離開 真的嗎 對 當你得知自己被扣 有好兄弟跟著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真的嗎 叫他出來給我看 就是 寶劍給我看 無地圖給我看 他不是 她也不想吵死 我們 今天的測試DIY要告訴你 十二月份 你是否能在工作上唱夾機 把它拆開來看 就是一個人很呆 上下把它分的話呢 就是嘴巴要休息 要休息 嘴巴要休息 對 也可以說是嘴巴要木辣 下個月不能講話 嘴巴要休息 等於我來代班好了 對 你想出名嗎 你想賺錢嗎 2013年誰能名利雙收呢 第一名呢 對啊 或上升星座在哪裡 他會默默進行展現實力呢 那就是 錯 不能我一個人名利雙收 你們都不在了 有我們兩個比較接近的 但是我們為了要往前進 難免要犧牲一下同好 也是沒有辦法 今天呢 整間 開運間裡男的 有一點那光輝四射 然後呢 感覺上呢 自己有一點成仙了 因為我們請到了三太子本尊 帥哥 帥哥 對 非常開心的我們所有好朋友 來參加我們海上先生的這個朋友 不是啦 不是這個 你們都是在三太子 好啦 還有白雲 介紹一下白雲 大家好 奇怪 你知道嗎 你們怎麼叫三太子 你看看 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呢 這個 在演藝圈裡面其實已經流傳很久了 譬如說 說你啊 如果是可以看到 很有靈性 你現在 你是專門在拜三太子 拜得很厲害 好像看到什麼人 就可以說什麼話這樣 對 他說我們很有靈性 對 我突然間感覺我很像波斯貓 對 對 其實這是一種 從我的角度來說 不是我選擇的 或許我出生之後 就有一條路 冥冥之中 他告訴你怎麼樣 當然我今天講這個 我老婆又要生氣了 我老婆太現代了 老婆 天馬大嗎 對 但他會看我們節目 他一定會看我們節目 他每次都看 看到那種這樣 牙羊羊這樣 李妮為什麼可以那麼漂亮 你知道 因為他老婆跟我一樣是雙子座 你知道我們雙子座沒有別的 最鐵齊 對 我為什麼能夠主持這種節目 因為我都不信他們 不是 我們節目能夠做得那麼順利 所以你知道嗎 你不能怪你老婆 因為你 你那個工作室像工作室嗎 你就根本像一座廟 我將來是要做一個很大的道場 絕對沒錯 真的是嗎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的規劃是 我前面 因為有三分之二是我辦公室 是很現代的 很科技的 但是你不小心 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來到了一個殿堂 去到那邊不由自主的 雙腳圓 鋼 三肌香煮人躲起來 好嗎 好啦 好沒看 三肌香用賴打點煮人躲起來 好嗎 好 我們想要來請教一下唐老師 因為我們很好奇 譬如說一個人跟這種 譬如說宗教信仰 或是說跟靈界 特別接近 特別有靈感 比較不一樣的人 她的心盤 是不是也跟別人不一樣 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啊 真的啊 多少要有一點 幹嘛她的心盤拿到裡面 會有個浮水印商標 浮一個佛出來嗎 不是… 是太子龍的 對… 太子龍 對… 太子龍 太子龍 我覺得多少要有一點 人格分裂的特質吧 說得到重點 她就說你們就是孝 不要 沒有…說真的 其實我以前曾經 跟唐老師討論過 是 她說 如果我今天做的不是這個行業 我要變化這麼多的角色 或者是白天女人晚上小孩 後天變成好酒杯 對 如果我沒有這個性格 或是這個工作 我早就瘋掉了 所以你必須就是說 你能夠做這樣的工作 是你的精神多少 有一點分裂的那種 個性 有一點分裂的這個特質 其實應該說是感應的能力 我們講到這個 跟這個神佛有緣 有幾種嘛 一種它就是比較… 比較凸顯的 比如說她直接就去出家了 然後就是走這個修道的路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在入世的那個人間法裡面 然後她的那個 可能她在行事方面 跟一般人無異 但是她這方面又特別 特別有感覺 有感應 因為她要在這個 入世法門裡面 去做點事情 那順子哥就是這種情形 我覺得她一個人 好像有一千個靈魂一樣 真的假的 你裡面住了很多人 沒錢嗎 很客氣 你知道嗎 我最近有個決定 在出誰要去給 好啦 那譬如說像 因為你們跟這個神佛 比較有緣 我們也有時候會覺得 就是有人也會有 這個一體兩面 那是不是也跟靈界 也會特別靠近 在我們的這一個 這個國度裡面 我們絕對相信他們是存在的 是 然後不管什麼樣的模式 我們也不是說 他們說了什麼 我們明天就可以不用吃飯 就可以過日子了 我們還是要把人的職責 通通做完 然後呢 共存在一個空間裡面 有沒有被鬼跟過 沒有 對 有一個 然後一直跟很久 跟多久 然後她就拍我的肩膀 她還拍你肩膀 為什麼她要拍你肩膀 對 我以為妳要幹嘛 她說我迷路了 你亂講 好煩喔 真的很亂講 真的很亂聽聽 真的很亂聽聽 沒有 那因為她差不多十六七歲 應該大家都叫她小鬼這樣 很煩喔 煩死人的 真的 有沒有 有去遇到 去那邊坐過嗎 有一次 我們出外景到台南去 然後呢 是早上六點鐘要出班的 從台南的某個飯店要出班 然後呢 因為我前一天晚上要錄影 所以我必須搭夜車 到那邊差不多四點多 然後呢 休息兩個鐘頭 跟他們一起出發 然後我到飯店去之後呢 我才發現 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 我就沒有再開一個房間 增加製作單位的負擔 我就說 那不然你碰一下 睡著 不用了 我想說員工休息室 不然你去那邊坐一下 那一般呢 我們進去呢 如果說是睡空房間 我們會悄悄悄 不好意思 很大一晚 對… 變成一個習慣 但是我進去 馬上就可以跟進來 對… 因為他那個不是房間 我就沒有做這個動作了 你知道嗎 或者是他原來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只是一下下 我待會兒就走了 他還是要跟我玩喔 那個磁場磁場 真的 然後呢 因為呢 我以前在拜拜的過程當中 曾經有一位長官他說 你有一把劍 你必須領住 我就領了一把劍在身上 其實我現在也是背著劍 你看多好笑 又來了 雙子座 喂 喂 你們兩個老闆 你最大的我是很尊敬的 你不要這樣 你也稍微聽一下 你說 我就跟他講 你再這樣子 我待會兒就 可能… 你怎麼可以這樣抬 我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被壽命過 你可以殺鬼喔 我可以 是喔 但現在講 那來 他邊講 但是他老婆邊看 我一定要跟他講 然後呢 我只抽一半出來 就抽這樣子而已 所以是三分之一就不見了 真的假的 那拍誰 那我就讓我拿一個招式 給我趕快 這樣 然後他就走了 我們這裡面呢 我們來驗證一下 我們這邊有個女鬼 看你保健抽出來他會不會離開 真的嗎 對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遊車鬼 遊車鬼 不要再黑白說了 來了沒有 但是呢 就像警察的槍一樣 他是不能隨便用的 而且還有用槍的要領跟時機 對 那如果你 譬如說 因為你剛剛比例到這個警察 我就很好奇 譬如說你保健一生出來 結果你殺錯鬼了 有沒有人來懲罰你 也是會有 真的假的 因為呢 在這樣的一個道童裡面 他還是有 有他的法則在是不是 法則 你不能亂掉 是喔 跟人生我一模一樣 甚至更嚴格 因為人呢 有時候躲起來就是那種 所謂鴕鳥心態 或是那種掩耳盜靈 他會像這樣沒事 是啊 像他經常半月起來 還在那邊 有沒有你知道嗎 上網 網路有沒有 而且看那個 人家還以為太子附身了 不行 就是因為這樣電腦才壞掉啊 其實也是太子 就是太壞的孩子 對啊 對啊 其實都一樣啦 上網看色情的就對了 沒有 這個 楊教授的開示 楊教授 楊教授那個 很煩的楊教授 心很多盤 看是要海傘或三傘 都會 他真的很會說 不過我們今天真的是大開眼界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因為像很少有人譬如說 可以這樣子 讓我們第一次了解到說 事實上這個 真的不同的空間裡面 大家是共存的 是 以前沒有人講過 老師妳是來講什麼 我怎麼都沒聽到妳講什麼 我們要給老師 你剛才把老師的時間都說了 因為我以前剛才有一個 馬斯利笑笑的要領錢 我覺得很沒問題 你不要這樣 人馬斯利笑笑的要領錢 人馬斯利也穿得很低 腳也太... 拜託 都嫁了 龍褲甲賴 我有一個要求 他表演空中博派 空中博派 我爸 右邊胃拳 左邊光拳 兩個放在一起 我有一雙拳 他練習太藝練得很認真耶 對啊 太藝講得很認真 很好笑 他應該要領的錢 不是 我現在沒頭髮 我來這裡上衝 我來什麼 你們就笑得好 你們就笑得好 這個不用做 王君有 王君起到這樣 靠門都洗出來 我 生花苦地味 地味 謝謝 好 我們再來看 等一下 在我們的老師 都被他們兩個收邀了之後 我還是要讓所有的觀眾了解 我們這個節目是開運建議 不要以為你轉錯台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這個三個星座的人 碰到有高人指點你 你讓魔神拿到 你的反應會是什麼 我們請唐老師 我們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太陽跟金星 像太陽星座跟金星 如果你是在牡羊座 有人說有好兄弟跟著你 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 真的嗎 叫他出來給我看看 就是嘛 妳是牡羊 妳也不是牡羊 我金星在牡羊 對 我這個金星牡羊跟那個 太陽雙子 都沒在寫 對啊 他們就是這樣 你寶劍拿出來我看 對啊 拿出來我看 拿出來 沒有地匙看 不是啦 不是啦 他也不想吵醒我們 好煩喔 好煩喔 沒有告訴我 你上面寫 對啊 寶劍上面寫 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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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金牛座 金牛座太陽金星在這裡 有好兄弟跟著他 他就會 一定是神棍 無聊 他也不信賢 他覺得是來騙錢的 真的 像九孔跟我們這麼近 九孔就是金牛的 他就覺得說不可能 對 就說 好啦 我信嘛 好啦 他這為了要交好朋友這樣 算 但是有時候他很受傷的時候 也是去拜拜啊 對 也是會你需要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太陽金星在雙子 做得像黃老師金星在雙子 那我們看一下 黃老師到底信不信 有好兄弟跟著他 幹嘛 想騙誰啊 對啊 有鬼跟我嗎 你就是鬼 對 對 黑一個都不好笑 對 沒有 沒有 對 所以你們婚姻 可能會有立痕 好 我們來看 你看他跟雙子都不合 對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那巨蟹跟雙魚在這個時候 一組喔 好兄弟又跟著你了 這兩傢伙迷信的傢伙出身 是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反應是 難怪我老覺得怪怪 對 這個我跟你講 巨蟹跟雙魚 我可以打包票 不用高人來跟贏家 隨便有一個路邊的人 走過去說 你後面 對啊 難怪我就覺得不太近 好了 我們看一下 那太陽金星在獅子座 有人跟他講說 你的後面有好兄弟 他會 真的假的 你虎我的對不對 對 可是他有一點信是不是 我跟你講他表面上 一定會撐著不信 可是事實上他這樣 因為是城牆講這種話呢 他私底下一定會去 開始去行天公拜拜了啦 開始去問一些 他相信的高人說 你有沒有覺得我怪怪的 因為 算了 不然 你覺得呢 就開始問了 怎麼樣不能隨便在郊外 那個不小心上廁所 好像就會有人會跟你 是不是 也會 我也被跟位是這個 你也是喔 好 這跟獅子座沒有關係 好 還有 我們來看一下 處女座跟摩羯座 像順哥 金星就在處女座 真的嗎 對 我有那麼龜嗎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呢 真的 怎麼辦 希望有解決的方法 對 馬上就說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者是 還是說我罵個髒話 他就會走之類 他很認真在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被跟了嘛 他第一個 他什麼相信不相信 他已經信了 而且已經在找方法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天秤座 太陽晶座的天秤的人 如果你跟他講 有好兄弟跟著你 他會怎麼反應呢 晚上不敢一個人睡了 怎麼辦 或者是趕快半夜去敲那個什麼 收金婆婆的那個門啊 請他來收收金之類的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天蠍水瓶的反應 又會怎樣呢 在哪裡 什麼樣子 是誰看得出來嗎 開始問東問西了 想研究了這樣 其實天蠍座就是好奇 就是他很有興趣 對這種鬼啊 神啊這種事情 那水瓶座呢純粹就是 其實他有可能是討侃的 就是 那長什麼樣子 漂亮嗎 胸部大不大 之類的 可是也有可能是非常相信的 水瓶座不是非常不幸 就是非常相信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射手座 白雲就是射手座 你自己旁邊才一堆咧 對 就是說 感覺上以為人家在詛咒他 他就馬上就說 你才一堆跟著你 對啊 而且他不會當真 對啦 我們當然 譬如說我們信神的存在 我們就絕對相信 也有鬼的存在 是絕對相信的 只是說不太希望說這個 太影響我們正常的生活啦 應該是這麼說啦 對不對 你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因為我有鬼跟我 我就不用工作了 不可能是這樣子 對 你們 你們這拉里有 拉里有的 拉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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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里有的 好 來 怎麼知道你不會 不會啦 來…我們知道呢 這個宣騰一時的正王烈呢 正義正的意 一時迷失啊 來做他的這個註解 你們兩位 有沒有曾經 因為 我曾經買雞尾酒的那個嘛 就是 犯下什麼錯誤 覺得說 就是當時一回想起來 我真是一陣的迷失啊 一個很大的錯誤 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算是最叛逆 最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很壞 那時候 只要有什麼不順眼的 一定是以幹架收場 然後到高中 有讓人家傷得很重過 也有 我自己也受傷很重 他自己也受傷很重 就被打了 但我覺得那時候 我總覺得就是說 那個氣氛我一定要完成 那一個正義 還要去做警察很奇怪 你嗎 現在又姓太主 沒有 我去做警察 我像以前那一陣的朋友 就在找你 不是 不是 你現在是怎樣 以前是走到地步 走到地步 現在就去地步 什麼意思 對啊 好 來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 開運水上測驗 一個人有可能會在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呢 一時的迷失 我們從這個測驗當中呢 你可以更了解 你自己的潛在意識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有一個傳說 就是說法 每一個人在開車的時候 當你掌握方向盤呢 其實你就開始掌握你的人身 那我們這心理測驗就是說 你開車的時候 你最怕遇到什麼鬼 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一時迷失 好 突然身旁 你最害怕它是哪一種鬼 就是你開車 一個人開車半夜 旁邊坐一個鬼 最好是賣什麼鬼 第一個 無頭鬼 第二個 吊死鬼 這都很難看 第三 大頭鬼 第四 號色鬼 第五 眉臉鬼 大家一起來選擇 順哥 我應該會挑眉臉的 其實我經常在想說 它如果遠遠來 我知道我都可以分析 但是它如果突然間 在這邊有沒有 喂 在當時來 你不要說鬼 人都害怕 沒有臉就比較沒關係 沒有...沒有臉 你會覺得突然間 你不知道要跟誰溝通 你不知道要跟誰 沒臉鬼 你看你啊 直覺 我的直覺是沒臉 但是我喜歡無頭 你喜歡無頭 你喜歡無頭 你以為選擇題 對...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板子 貼在你的門口 不是 因為他選擇沒臉了 順哥選擇沒臉 我就無頭 唐老師 沒臉的 大家都選無臉 都是選沒臉 你也是選沒臉的 七葉怪談裡面也是 看不到臉 真的嗎 沒臉有什麼好害怕 他有臉啊 至少就是看不清楚 那個臉的形狀怎麼樣 我覺得長得醜的鬼才怕 沒臉就算了 沒臉比較可怕 高老師 你也是沒有臉 不是... 我跟你講 沒有臉才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不要臉 他一有他是不要 好 我是最希望做一個大頭鬼 因為我兒子頭很大 所以我對於大頭滿習慣的 你不是最害怕 我最害怕 你不是最習慣的 最不要看到的 他最習慣的 那我不要吊死鬼 好 看看觀眾朋友 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們請告訴我們解答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心理測驗 就可以進入了潛意識 當你開車的時候 最怕遇到的第一個 就是無頭鬼跟白雲的一樣 我們可以知道 他會在什麼情況之下 一時迷失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無頭鬼 好 大家來看 他是家人型的 只要家人的需要 他就會想盡辦法去達成 他是講得很廢 你是會要鞏固你的家庭的需要 對 我會鞏固你的家庭 有時候挺而走險 有可能一時迷失 也不會 因為家人需要 就希望請求 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很難去拒絕 對 因為是家人 自己的親人嘛 最親的嘛 所以選擇無頭鬼的 都是這種的 為什麼無頭的 會反而是家人 好 大家可以知道 無頭鬼是沒有頭的 可是他內心深處 很需要完整性的 所以這類型的人 其實他家庭關係 是滿重的 就差那顆頭了 對 好 如果是像我一樣 很害怕看到吊死鬼 我們再來看一下 嗜好型的 只要迷上有哪種嗜好 他會希望做到最好 那為什麼吊死鬼是這樣 其實吊死鬼的話 這類型的東西 就容易就是很多上癮 就對很多事情 很叛逆 比較自我型的 真的啊 選擇 吊死人都會這樣子啊 他就選擇這樣 他明明知道那個 吊得會很難看 也會很難過 還是選擇那一種 對 你看這樣那個繩子 刮得不會上嗎 他一拉他手頭會突出來 就很叛逆 對 絕不妥協的 妳知道什麼 為什麼會掉出來嗎 為什麼 因為它 我們裡面有一塊肌肉 就是我們有意識的時候 它會縮緊 然後呢 當我們的 冷氣 冷氣就出來了 那滿適合你的 那是你選的 什麼 我選擇 我不要看到的 如果高老師 我就不告訴他這些了 真的假的 好 如果是大頭鬼的話呢 好 來 看一下 工作型的 只要有工作 你馬上會變成拚命 三郎或山娘 好 最類型的人 其實大頭鬼是非常愛面子的 所以當他希望說 在工作上有成就 所以任何的 上刀山下游過 他都在所不辭 為了工作都不管了 對 非常的拚命 好 對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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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力 空氣 空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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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選號色鬼 奇怪 我們怎麼都沒選號色鬼 萬一我們被鬼搶走了怎麼辦 沒有啊 你可以把它踢下去啊 你怎麼可以把它踢下去 它是鬼耶 你都 那它是鬼 它能對我怎樣 對啊 但有人還滿喜歡的 它是好色鬼啊 我跟你講你不要這樣說 就真的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我們就是說以前聽說 軍中鬼話 就有一個床 它因為曾經在那邊 有一件事情發生 只要去睡 因為老兵都不睡那個床 然後只要越圓 那個呢 月亮的光照進 它上面有個天窗 然後就會有一個女鬼 上那個新兵 因為菜鳥才會睡那個床 然後新兵就這樣子 夜夜聲歌 是 軍中的鬼故事很多 現在 但是現在裁員裁比較多了 所以笑話比較少 我不要這樣 今天現在撤軍嘛 我只有七十萬台軍 現在剩三十幾而已 好 來 好色鬼 好 好色鬼 多觀眾朋友選擇好色鬼 你最害怕碰到好色鬼的話 我們可以教一下什麼情況 接下來會一時迷失 大家來看一下 義氣心 只要朋友有困難 他會義不容辭拔刀相處 為了朋友可能 對 因為好色鬼會很固固地 所以他這類型 他很討厭被人家糾纏 所以他覺得他很有義氣 很乾淨俐落 所以朋友有任何的困難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幫你去解決 大哥 大姐行的 OK 那如果是像你們 大多數人都比較怕沒臉的 愛情 只要陷入愛情的迷惘中 他鐵定就一時迷失 你們這些無聊的傢伙 對 不要許我們一個未來 我們可能就昏了這樣 真的是這樣 真的 不用許我未來也可以 真的 許你一個浪漫的法國 法式的那個大餐 那為什麼沒臉 會這麼 這個執著在愛情上面 好 大家可以知道 沒臉它是完全沒有表情 它完全沒有那個五官 那像我們這類型的感情 比較敏感 所以很在乎別人的喜怒哀樂 所以我們在內心深處 就很擔心說 我們的感情上有什麼挫折 或是比較脆弱 好 所以以上這些答案 請大家參考參考 好 請問一下 夏順哥 跟白雲 你們是中義氣的人 曾經有因為太過中義氣 而招人陷害嗎 吃虧嗎 曾經有一個人 然後呢 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朋友 然後呢 不管在金錢 或是說 在整個環境的資助他 你都整個全然的資助他 幫助他 阿伯啊 對 但是他最後卻是傷害我身邊 很近的一個人 我已經把他褲成這個樣子 他算是在跑路 他在走路 你還給他資助 對 我說 因為我覺得他是個好人 是一個有能量的人 就你覺得他本性很善良 對 那後來他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 這個講了就麻煩了 反正就是說 傷心到極點就對了 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黃老師 我們怎麼樣看一個人 他比較容易受陷害 譬如說面相或首相 然後等一下來看他們的例子 要不要看法量 我其實我現在 不用一味的要討好他們 這樣子 他們有時候就是說人的話 他們也聽得進去 我先講一下那個順子 你講話這樣看不起 其實順子 他現在 他並不符合我現在這邊所講的 大部署是因為他的特色 是在這邊腮骨非常明顯 對 這因為這種人講義氣 腮骨大的人講義氣 非常講義氣 或者說 你這個太有義氣了 或者有所為 有所不為 滿堅持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比較不適合我現在所講 第一個就是耳闊 正常的耳闊 這邊是外面是輪 裡面是闊 那我現在講的是這種 就耳闊不明的 耳闊不明就這個地方 不太清楚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 我以前在一個公司上班 就這樣子 有一個生產部的張經理 我們只要有過之後 全部推給他 平管部也好 業務部也好 採購部也好 但只要有錯都推給他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張經理 這個地方就是不清楚 所以不清楚的時候 黃老師 你不能利用你看那種面相 就把你的那個過錯 推給人家 然後人家 而且你 因為黃老師很久以前 就研究面相 我跟你說 你相信我 我是看面相的 他我推給他 他絕對沒事 大家都這樣子 你怎麼這樣子呢 我是小人 真的 我們就大概把過錯 全部推給那個張經理 張經理白口莫辯 他真的就是白口莫辯 就是他因為叫好欺負 好陷害 這種的耳朵 那麼順子有一點點 但是他不是典型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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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第二種 三根線 我們一般正常的話 三根挺一點 但是有的三根一直線下來 比較凹陷 這種我們稱為叫做忍氣吞聲 就是他抵抗力比較差 人家要害他 要怎麼樣 他防備力也不好 所以這個就容易被人陷害 好 再看一下第三種 就是額頭 我們正常額頭這邊來講的話 高一點的 高 像白雲的高 算高 這個條件來講白雲算高 聖哥的還比較短一點吧 他是凸 你也 額頭咧 你也咧 你也 其實我沒有額頭 對啊 你就是沒額頭 沒有 因為他的臉型來講標準 從臉的三分之一來論 你也沒下巴 因為有些臉長 有些臉短 你各佔三分之一來論 順子不會 白雲也不會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這個額頭如果很低的話 他這種就逆來順受 一方面他本身 頭腦比較沒有開創性 一方面就是說 遇到人家攻擊他陷害他 他不知道怎麼反擊 沒有辦法反攻過來 好 最後看最後一種是 耳朵的高低 耳朵高低 耳朵高低 他側面看過來 但是有些人呢 你注意看一下他的側面看 耳朵很低 低到眼睛以下的 不會 白雲跟順子都不會低 不會太高了 不會太高了 甚至高的話出人頭地 真的嗎 會比較早羊名 或者比較早就知道 早羊 羊名的羊 花羊的羊 講快點 以為你要像早羊 什麼 早羊 早羊先生 很少有人講早羊名 對啊 早羊 通常都會 我看 我看 這個耳朵低的人 我準備了 我煮菜 耳朵低 做事情比較拖拖拉拉 或者比較懶一點 人家要爭取努力繼續 他比較消極被動 做時候要害他 就比較容易害他了 所以這幾種長相 當然人的長相是一個中和體 以他們兩個人 目前的臉相來看的話 他們走的大運 是走到什麼地方 然後同時他們工作跟人際關係 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 先講白雲 白雲注意看 他他長相真的很有福相 就是所謂的貴人多住 看他的耳珠 耳朵 整個下巴 看額頭 他的額頭剛剛提過來 他那是叫M型的 M型 麥當勞型 對 麥當勞型 沒有啦 不是啦 他這種 就是我們一般講 叫少年老成 雖然他講話很風趣 但是他做事情還滿穩重的 其實還滿穩重的 相反的 順子反而比較多 其實他說 起起伏伏也說不定 因為他剛剛提過 他做事情有時候 他要堅持他的原則 要依照他的想法去做 但過去來講 做大事業的 反而是這種人 他得罪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來講 有人叫好 可是另外有人 投反對票 他能夠做大事業 但是背後的這個阻擋 要把他拉下來的力量 也不小 所以我想這一點 可能要注意一點 所以順子的長相 就是說以他的工作 或者人際關係來講 都比較有爭議一點 對 比較有爭議 但是他成功 反而他比較能夠成功 就他的成功反而是更大的 對 謝謝老師 有一個老師曾經說過 你的頭就像一個甩子一樣 丟出去就是賭 就是一場堵住了 你不要以為沒有輸贏的 所以只要我走出去 就一定要有一些什麼結果 你的頭真的像腿甩 對 示範起來 這個老師說得真好 對啊 真的好笑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頭而已 對 很多部分都是方的 剛剛說眼鏡 對 都是方的就知道 好 來 那請教一下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說譬如說 跟某一些人在一起 運氣特別差 很帶曬 有可以撞到這種人嗎 其實對看了一下 覺得呢 有應該還是有 應該還是有 他就是一個麻煩胚子 對 就擦屁股擦不完這樣子 你為什麼這樣這件事情 完了又有那件事情 還是會有啦 還是會有啦 但是有時候覺得 就像老師講的 我就好像 把它變成自己的職責一樣 非得去管它一下不可 然後到最後惹了一身心 也沒有什麼好結果 然後我老婆你看 你看 你看 你... 你... 張柏雅 好 我們來看 那麼分別 12個星座的人 他的這個代曬的 其他的星座朋友 會是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的太陽金星或 他的太陽金星 落在這兩個地方 他就是有一點帶衰你的人 我們看一下牡羊座 你們的衰神式 想得太多 進度永遠落一大截的 射手座 所以牡羊座遇到射手座 是拿他沒折 而且覺得你在拖累我 他說得多做得少 對 其實射手座有在做 只是大家的方向目標不一樣 我們來看 金牛座你的衰神是誰呢 榮耀總不歸我毫無回收 那就是摩羯座了 摩羯座是那種 不太會跟人家一起分享功勞的 它會算得很清楚 那金牛座呢 其實本來也是算得很清楚 可是遇上摩羯 它算得更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呢 金牛就會覺得很吃虧 我們來看 那雙子座 太陽金星在雙子 你們的衰神是誰呢 水瓶座 因為你覺得水瓶座的人 神經怪怪的 對 真的神經神經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錯 所以呢 經常這些水瓶座 讓你們提心吊膽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你的計劃不要走 也不知道你的意思走 我們來看巨蟹座 聖子哥的巨蟹 誰是你的水瓶 雙魚 什麼都推給感覺 我就說不是我 你一直講的 這個聖哥 因為他是巨蟹座 他們就很討厭 就什麼你都是憑感覺 我感覺今天不太對勁 我感覺今天怎樣 他就覺得說你這個就沒有 願意負責任的心 首先巨蟹一定會接受 有感覺的人 沒有感覺的人 他也不會把它 作為一個自己的家人 可是這個雙魚 未免太有感覺了 而且有感覺到 又用一種 把這個當作託詞了 就是感覺不對 所以怎麼樣都不行 巨蟹是感覺不對 也會想辦法去突破的 所以呢 太過於依賴這種 這種東西的雙魚呢 有時候會讓巨蟹覺得說 每次都幫你擦屁股 我們來看一下獅子座 太陽經驗在獅子 你的摔神是誰 來 高老師參考一下 努力維持的形象一氣破功 那就是牡羊座害的 所以牡羊座總是在這個 最關鍵的時刻 讓獅子座覺得顏面見失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獅子座的人呢 你們的摔神是 遇上了 只好當驢子有夠摔 那就是金牛座 因為獅子座就是 很容易神經緊張 然後就不如自己動手做了吧 像順子哥精心在獅子座 你要是遇到這種金牛型的 就像白雲 那上陣在金牛 推不動 所以你就會覺得一直要 說點話 有趣一點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好像媽媽一樣 在叮嚀它 然後我們看一下 天秤座 你們的摔神是 雙子座 只會說不會做 還無情無異 說得真好 其實這個無情無... 其實這所謂的無情無異的標準 是它心理社的標準 它覺得你一通電話我人就到 可是雙子會覺得 你有困難 對 我已經在做心理輔導 我人沒到又怎麼樣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會有一種比較急 就是會覺得你無情無異 在我緊要關頭 你都不理我 所以會覺得說 總是我在付出 我來看一下天蠍座 天蠍座的摔神 又是誰呢 巨蟹座 好 我們天蠍座 我們會覺得巨蟹座 只會耍心機 還要裝無辜 因為天蠍座 這是我說過 這是比較急出來的 天蠍座是一天到晚 被人家說耍心機 可是事實上每一招 你們都看得見 可是巨蟹座 是那個最安全牌的 可是永遠 它可能下面有一些小動作 對 所以天蠍還覺得說 你們巨蟹才厲害 對 就你們專無辜 但它是那種擺明著 來害人的 糟糟致命 你看 無辜 我們來看一下 射手座 白雲要注意誰是你的摔神呢 那就是獅子座 說得比唱得還好聽 還害人家套牢 因為那個 獅子座的人很容易被鼓吹 那最喜歡鼓吹的人 就是獅子座 我跟你講跟著我就對了 對 結果他自己已經 腳底抹油溜了 獅子座就被套牢在那邊了 所以難怪獅子座 會覺得獅子座很討厭 我們來看一下 摩羯座的摔神是 處女座 恨鐵不成鋼 浮起的阿斗 因為摩羯座的人 會覺得自己的成長過程中 他會讓自己 儘量骨骼強壯嘛 對不對 可是處女座的人 做事情都摸摸吸摸摸 考慮太多了 所以摩羯座會覺得 遇上妳 我真是沒辦法 算了 不理妳 要不然 要是照顧妳的話 連我都會被拖累 我們來看水瓶座 妳的摔神是誰呢 那就是天瓶座囉 人前裝認真 只會表面功夫 因為其實水瓶座 有時候它少少嘴皮子 龜少少嘴皮子 但是認真做起事情來 非常認真 可是天瓶座 永遠就是那種 要維持自己的形象優雅啦 做很多事情 都是挑最輕鬆的來做啦 所以難怪 會被水瓶座視為 就是人家最後 還反而認為會社交的 天瓶座 應該是做得比較認真的吧 那水瓶座會覺得 我很願望 我做得很辛苦耶 那我們來看 雙魚座 妳的摔神是誰呢 那就是天蠍座囉 雙魚座 妳看喔 雙魚座怕什麼呢 怕他不知道在想什麼 被看穿了怎麼辦 所以很多雙魚座會覺得 我的把戲 總是被天蠍座一眼識破 而且天蠍座也毫不留情的說出來 真是讓我很摔 很尷尬 對不對 所以各自的摔神星座 我們自己就記住了 碰到這樣的朋友 也不是說完全不要交往 只是自己稍微提醒一下而已 好 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這個測試DIY 從這個測試當中 你可以看看你12月份 在工作上面的表現 會不會創家機 我們用四個字 永保平安 用平平安安 看能不能創家機 或者是停頓不前 就停在那邊 待在那邊 或者根本是後退的 我們用這四個字裡面的一個字 請你選一個字 我們來測試 OK 蘇哥 我安 安 白雲 我泳 泳 寶 寶 平 我也是 安 好 請黃老師解答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首先選泳的 就是白雲 是 那麼泳的上面就是 一點 我們講一滴 什麼滴呢 一滴水啊 對 水滴 水滴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水滴石川 所以呢 所以你的滴水會把你們石頭家族給弄穿了 不 有 有 你不要表現出來 好 應該是水滴石川 水到渠成 機率百分之九 對 石頭家機 非常好 恭喜 謝謝 其實是選寶 唐老師 看唐老師選寶 到底會不會工作創家機呢 我們注意看一下這個寶 把它拆開來看 就是一個人很呆 這是左右邊把它分 上下把它分的話呢 就是嘴巴要休息 要休息 嘴巴要休息 也可以說是嘴巴要木鬧 下面又不能講話 休要洞口 不是 就算你洞口就不對了 洞口就有麻煩 所以根本要創家機了 根本創不了 人又呆又休要洞口 好 那這個呢 所以就是 人呆勢酌 休要開口 所以它的 要創家機的機率很低 結果是反而是 這樣因為我來代班好了 對 好 來 如果是平的話 是哥老師選平 這個平呢 把這上面的一痕拿下來 它就只有半了 一半 然後把這兩個左右邊 再拿下來就變成未了 未 也就是說它的做事前 成績只有得到一半的成績 或者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它只好希望未來 目前下個月我看大概還是不行 然後呢 它不要去動嘴巴去講話 一講話呢 它最喜歡講話去評論人家 所以最後的它的結論呢 應該就是 半途而廢 祈求未來 好 所以它的創家機 也沒有辦法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 十 很少 那這樣子講起來 下個月開運今天才看不到 高老師跟唐老師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可以扮女裝嗎 可以啊 所以 好 如果是像我 是Amy跟那個 聖哥選安的 安 注意看一下 它如果加上手 就很用手去努力去做 要創下去 用手去做的話 就按下來 按並不動 暗並不動 暫時按下來 那麼如果把這個木 放在下面的話 就是按 就這個按子 這個個按 按並不動 暗並不動 暫時不要動 然後把那個日 放在安的上面去 就是焰 焰的意思就是很安嫌 悠然 悠哉悠哉的意思 就是我們由這個字來看的話 變成他也不急 也不想求上進 但是也不會後退 平平安安就好了 目前的狀況就可以了 好 暗兵不動 厭然安嫌 所以是一半一半 就是我們自己 也不是很想要 創什麼家計 就按照目前這樣子 穩穩前進就好了 是的 好 所以 讓他去衝就好 你都會被他收就好 我都到澎湖去度假去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 這個唐老師 我們來排一下這個2003年的 排行榜 星座運勢 什麼人呢 能夠名利雙收 注意看 我們看一下第三名 是哪個星座呢 重要關鍵 在此一舉 所以2003年是個關鍵年 你可以把自己突破到一個 什麼格局 很快你就會突飛猛進了 我們看是什麼星座呢 上升或者是太陽在 金牛座 這兩位上升都是金牛座 恭喜喔 所以 對 這個事業運呢 走高 而且看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呢 是突飛猛進 紅圖大展 以前呢 你會覺得他有野心 但是沒有機會 現在是野心有 機會也有 而且人也成熟多了 那就是太陽上升在 聖手座的人 太陽是聖手座 有機會在2003年 可以怎麼彈就對了 努力一點 努力一點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好不好 不要太驕傲 第一名呢 太陽或上升星座在哪裡 他會默默進行展現實力呢 那就是 摩羯座 我們的主持人上升就在摩羯座 那不能我一個人名利雙收 你們都不在了 不會啦 因為我們兩個比較接近的 但是我剛剛 不過我剛剛一不小心 又笑得太開朗了一點 討厭啦 好壞喔 對 我們現在老師可以上報 我們製作人也是摩羯嘛 對 所以光是我跟製作人名利雙收 那你們三位老師不好意思了 有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要 斬草除根 不是 我們為了要往前進 難免要犧牲一下同好 也是沒有辦法的 你們不要拖著我 不要再拉我了 對 好 夠了 你們講英文的也會這樣子 對 好啦 所以太陽上升在摩羯射手 跟金牛座 當然我們恭喜你 當然還是 不管你是什麼星座 最重要的就是每個人 一分跟雲就有一分收穫 對 沒錯 你坐在家裡面 錢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白雲 現在也寫詩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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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我們的頻道 希望能夠看到你們的捷復表現 是 是 是 這是你的冰島 對 對 你看我們這個冰島 可以拆著你們兩個來這裡表現 對 這也是我們的影響 好 我們快跟大家見面 好 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 謝謝收看 拜拜 拜拜 年關上進你知道 如何讓自己荷包滿滿嗎 現在只要撥打開運熱線 0941-121-121 0951-060-121 就可以知道十二星座 年終理財方式喔 超超對感情的態度是 當激勵一段或者說是講清楚 不管是談戀愛交朋友 我一定是這樣子 上次怎麼沒講清楚 前一段戀情 沒有 其實上上一次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一些事情 我是讓他先講 有人送聖簡訊 是誰啊 當然是 台灣有誰 不要這麼曖昧好不好 對啊 搞得很曖昧還誰啊 還飄尾音呢 在海外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收看本節目